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hat.js 第二期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 Chat.js的安装 该怎么安装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Chat.js的安装方法 怎么安装 首先说这个Chat.js组件 官方给咱们提供了几种安装方法 咱们一个一个看一下 首先是Note.js的NPM进行安装 这个咱们其实说是 如果看过我这个Note.js课程 朋友都知道 用NPM进行Note.js包的安装 它是一个Note.js的包管理器 因为是这期课程 我不想牵扯到 关于任何Note.js的知识 咱们仅仅是做一个静态的网站 或者说是网站目录 所以说我不推荐采用这个方式安装 那么咱们再往下看 这是一种安装方式 不是说这种安装方式不行 是我这课程并不采用它 好 那咱们再往下看 还有另外一种叫做Boward的安装方式 这个咱们看一下 这个Boward的工具 大家肯定都知道 它是客户端集成 或者说客户端脚本集成的一个工具 也是用相对来说比较广泛 尤其是在这个Mark下 可能用的比较多 我这次课程也不采用这个工具 进行安装 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安装方式 咱们再往下看 这两方式咱们都不采用 接下来大家请看 CDN CDN的安装 按理说是不错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是ChatGIS的CDN 咱们在这里可以选择各种版本号 按理说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 引用ChatGIS的安装方式 但是我也不采用 为什么 因为咱们国内有很多的这些个局域网 国内相当于是一个大的局域网 会把这些个CDN给强调 也就是说您在网页中如果说是引用这个URL的话 估计可能会访问不到 所以说这个方式我也不推荐 那么我用哪种方式 你说了这么多都不推荐 咱们往下看 下面这种叫做什么 下载到本地安装 这个是我这套课程所推荐您的安装方式 怎么下载 那咱们就给你讲解一下 咱们直接进入ChatGIS的GitHub GitHub这两天刚被微软收购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咱说个题外话 大家看这个GitHub这上面最顶行这个题 什么意思 微软已经收购了GitHub 这是做了一个message 咱把它关掉 希望GitHub还能采取开源精神 不要说被微软收购之后 充满铜臭味 我不希望这样 好咱们看 这个是ChatGIS的GitHub的官网 然后咱们点击release这个地方 点击之后 咱们看最新版本是2.7.2 然后咱们点击这个 大家请看 Chat.js.zip进行下载 我准备用这种方式给您安装下载 咱们试试 点击下载 OK 大概是393K 也不是很大 下载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 这是我下载的文件夹 我双击把它打开 大家请看 下载完之后 大概有这么几个文件 一二三四 四个文件 这个sample不用看 这是它给咱听一些默认的样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照 也无所谓 主要看这四个文件 这四个文件其实分两类 大家请看 一个是不加min的这两个文件 不加min的这两个文件 这是什么 这是说Chat.js的主文件 以及这个包里面 所包含的一些个其他的库 它做了两个文件 一般来说 我用这个打包文件 用打包文件的话 里面有很多 比如说这个时间戳啊 等等一些个这个次数器铺啊 咱们都能够使用 而不说纯的 仅仅是Chat.js 这样的话 咱们还得要安装一些 第三方的工具 所以说呢 我推荐使用这个bundle 这套库啊 这套库里面又分两个 加min的是什么意思 压缩过的 所以说呢 我今天这套课程 我本期课程 或者说我这套课程呢 都采用这个Chat bundle min.js进行引用 好 那咱们该怎么用呢 首先说 把这个文件夹解压缩之后 我已经解压缩完之后 看 我在这地方呢 就建了一个这MyWeb的目录 把假缩后的文件 大家请看 我放到了这个地方 跟我刚才跟您说的一样吧 Chat.js bundle Chat.js 以及Chat.js 我在所有文件中 准备采用这个文件 我准备引用它 OK 另外呢 我再给您说一下 我这套课程 还用到另外一个样式单 叫做ment.css 这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是什么 是说今后咱们要在网页中画图 在哪个ID中进行画图 我把这个ID呢 作为一个简单的样式的格式化 背景色呢 做成一个这个浅黄色 然后呢 边框做成一个黑色 仅仅是这么一点样式单啊 OK 今后呢 咱们就在这个外文目录下 进行画图开发 另外 咱们这个地方 已经下载完了文件 包括我的样式单 该怎么引用呢 我这儿建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咱们看一下 这个呢 是标准的HTML的网页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说 我引用到了 咱们刚刚下载的 chat.js里面的 chat.bundle 然后是js 这地方我没有加min啊 对 不加min的原因是因为 我想看到它的原代码啊 如果您在生产环境中 这个地方肯定 我是这 小董 我是翘错了 是希望您能够加上min 当然了 咱们今天因为是课程嘛 所以不加min 也不所谓 对效率的影响不会很大 然后还有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是我引用到了刚才的这个css文件 今后呢 我就是以这个文件作为模板呢 给您讲解网页该如何画图 以及如何使用这个组件 OK 这就是我第二季的内容 您通过我这个方式 通过我推荐您的这个方式呢 我想呢 您应该能够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组件安装上 好 那么我现在安装了一个这个简单的html嘛 我把它运行一下 咱们看一下简单的效果 这个地方 我这有一个本地的这个web server啊 我启动一下 然后呢 选择这个lesson2 然后这是我刚刚安装这个html 大家请看 这个网页中什么都没有嘛 这个就是说 对应着我的这个网页中的这个converse 画布区域 这个id呢 叫做my chart 这个my chart的格式化 在我刚才这个css里面进行格式化 背景为浅黄 边框为黑色 这是您看到的效果啊 今后咱们就在这个画布区 进行各种各样的画图 那是今后的工作咯 好吧 这就是我chart.js的第二期 咱们呢 一起安装了一下这个组件 该怎么使用呢 我放到今后 咱们一点点的讲解啊 好吧 那么这个课程就是这样了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传到优酷 youtubeB站 供您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